如果我没诊错的话,他的身体里应该是潜伏着一种被称为黑白无常的士灵虫,顶多还有七天的命可活了。 他缓身说着,一边往外间走,而城主听了,脸上难眼震惊,他正了一会儿,看了床上的父亲一眼,让一旁的侍女将衣服给他穿好,蒙跟着凤九来到外间。 凤公子是说,我父亲身体里有虫子,这,这怎么可能呢? 怎么不可能了,你父亲的身体里不就有一瓷一熊两条吗? 城主难以置信地张了张嘴 两条?还是一瓷一熊的虫子? 这,这,这啊 内心震惊,他半晌不知说什么好,只觉得是那样的不可思议。 然而就在这时,却见那红衣少年从衣袖里掏了头,不多时取出一本厚厚的书籍来。 他看着他在那里翻了翻,最后将书籍推到他的面前。 你看,就是这种虫,最初时只有头发那么细的一条,虫身只有这么长一点,黑白相间,伴随着潜伏在体内吸食灵力气息和精血,渐渐肥大。 而且啊,这种虫最诡异的还是瓷熊相生。 你父亲这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在养虫,不死才怪。 你是说,这,这是我父亲自己养的? 不错,就是你父亲自己养的,他用他的身体在养着氏灵虫,而且身体左右两侧各一条。 有关氏灵虫的一个传说,以精气血养之为一针眼。 我猜你父亲啊,估计就是冲着这个而养的,只不过他真是被反噬了,再过几天,估计就真的能升天了。 看着那书中所记载的信息,在听凤九的话,他匆匆往里间走去,查看他父亲身体左右两侧。 果真如凤九所说,那腰侧间都有微骨气的一块,类似虫行在蠕动,不由吓了一跳,他几步跑了出来。 凤公子,那,那我父亲还有救吗?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父亲。